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溪 这是昨天在那个老中阴 为凌特的中药 今天准备泡水了 这是一户 然后还要配这两种 小溪 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草药 我不认识 现在加起来这个黑芝麻 这个是枣皮 加一点 我都没吃过中药 这个中药要先清除洗一下 干净一点 然后再喝水 妹妹有点点肥了 这么多肥子猫 嗯 这个也是吗 点子肥 整个肥子 整个肥子好玩 妈妈 爸爸 爸爸不肥 现在加点清水 这水够了吗小溪 够了够了 不要泡多了 泡多了我也吃过了 因为我的头发就是比较油腻 所以那个中药又给我拍了点洗头的 看一下 这感觉像盐般 雪白雪白的盐巴 他是说加在这个水里面 涌紧 然后洗 待会你洗的时候 他也抽一点放上面 是不是感觉像洗粉啊 好 谢谢 小溪要我来帮忙吗 不用我自己洗吧 你确定 好吧 好吧 这种白白的洗下去 就没有泡沫 你看 还是那么轻 这不是洗发水 洗发水擦开 来了 嗯 蛮多的 好了换一瓶水 还有没有要让那个盐来洗一下 不用讲 他说第一次不要洗他说 那里这里还有这么多水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等下你给我把我衣服给我洗好 兄弟还是脱了好多头发 朋友们看一下 小溪这个吊发实在太严重了 希望这个药有效果 能治好他这个头发 这个梳一下头发这么严重啊 我天啊 太严重了 而且里面好像也有头绣 嗯 有一点 你要剪头发 剪不得那么多一下 约约 滚了两次吗 小溪 嗯 现在可以倒出来量一下 再回家可以吃了 这个药应该量了 我现在把它喝了 感觉有点苦 我先长假 可不可 熟不出的味道 有点点苦 然后又感觉有点点酸酸的 多次两口就苦了 好难吃 要吗 你以为是吃糖 但是反正那么多钱不行 嗯 主要是看效果怎么样吧 对 很好吃啊 好难吃 我吃不下 你吃不下 你但是头发你就长不出来了 我告诉你 你想现在痛苦一点还是以后痛苦一点吗 是不是 好多了 我等下中午他们多 第一次多喝一点 中午下午的话就少吃点吗 还真的你知道吗 混合很多种 就是那个 那个不是酷 也不是酸 就是 残合在里面那种 五味早晨是吧 对 慢慢吃嘛 椰子不离了吗 椰子不离了吗 好了 给你点个赞了 还算可以 可以 吃个糖 给你 奖励一克糖